你洗澡都不唱歌哦 唱啊 哈哈哈哈 你剛剛講了好像只有我會洗澡唱歌 誰都會洗澡唱歌吧 只是我沒有伴奏帶啊 清唱啊 你就在YouTube上面打 我不需要 哈哈哈哈 我是覺得有時候有點伴奏會那個啦 比較比較 加分嗎 對比較加分 誰在聽啦 自己聽 清唱比較考驗一個歌手的本職的能力 青春 染 毒 社 我是小花餅 我是小布 這個單元是青春朗毒社 青春朗毒社呢 簡單來說呢 就是我們會報兩則的新奇新聞給大家 那最近這個單元 越來越沒有新奇新聞的趨勢 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是看點新聞討論一下這樣子 但是千萬不要把它想成是 那種比較 跟國際重大情勢有關的 對 我們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沒錯 我想這樣應該是比較能夠 跟大家取得一個共鳴啦 不然每一集都討論一些什麼 你這邊應該可以剪掉了吧 我想 我沒有講什麼 甚至 我剛剛 我甚至是接不下去那句話耶 怎麼說 我本來想要講一些國際新聞的名詞 你就 就不行 我講不出來 就不要嘛 不要再提了啦 真的 不要再字幕其短了 對對對 好 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覺得我們兩個就是鸡毛蒜皮小事的專家啦 算是 沒錯 那我們就來先請小布 來我們報第一篇的星期新聞囉 所以現在呢我們要先抽指令囉 對 所以它不只是純粹的報新聞 我們還要來抽個指令的 唉 不得不說小布主持了這麼多年啊 就是每一個指令對我來說還就是 不知道 跟第一次遇到的時候 差不多 就毫無進展 毫無進展也 未必是件壞事嘛 這也是我的 算是 人設之一吧 嗯 嗯 對啊 對就是不失進取啊 好吃懶做啊 你知道太小便宜啊 又愛打哈欠啊 對 大概就是 對我的就是知道 嗯 人設的部分 但是小布你知道嗎 怎麼說 人設這個詞 怎麼樣 意思就是你原本不是這樣 然後你要 設定自己成為那樣子 叫做人設 對我這樣想 為什麼人設一定要找 就是塑膽跟自己 差有點距離的 這個人物性格呢 為什麼不能就是你原本的人物性格 你知道 可能放大一點 這樣不行嗎 這樣不能算人設 他就不是人設啊 那個就是你 就是你的個性 對 那就是你 可能他個性 江山異改 可是他的個性 可能平常沒有這麼 怎麼講 凸顯啊 嗯 他只是把它放大啊 所以你現在是說 其實我都是節目效果 平常是很勤勞的 如果你現在裝勤勞 那個才是你的人設 你懂嗎 很煩耶 這樣我人設就這樣 人設才不會崩啊 對啊 不然裝到後來 你看看哪個不崩嘛 每個都崩啊 對啊 所以我們就沒有人設啊 可以直接就 兩個新聞都給 小哈餅報嗎 我等要討論的部分就好 這就是你的專場啊 這個單元本來就是你的專場啊 為什麼小布會這樣想呢 沒有這樣想的啊 有啊就是這樣啊 你每次都以碾壓我為樂啊 就大家前面 怎麼沒有在互相比拒啊 大家前面聽完小布很爛的表演 後都會覺得 小哈餅好厲害喔 學什麼像什麼 我就前面就是你知道 當點角石啊 你就是那個 女團裡面最心機的那個啊 講嘛講嘛 說啊 因為小布都幫我講完了 所以我現在也是 對吧 壓口無言 啊 C 恐懼 所以呢我們小布抽到的指令 就是恐懼啦 那他到底要怎麼樣用 聲音來表現出恐懼的感覺呢 想想楊淳琳 想想徐衛銘 想想 李心潔 各種 演過鬼變的啊 李心潔很厲害耶 我應該贏不過李心潔 見鬼拿贏貨耶 對啊 是贏不過的 而且他們是靠眼神吧 不是靠聲音啊 聲音也是 演員的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現在都配音好不好 難道你就這樣 願意去知自己 就是一個 有亮小花這樣 有亮小花啊 我的目標耶 拜託 有亮小花是我終身目標 撈了這一筆老人就不幹了 誰要當什麼屁演員啊 戀靈要死要活還要半醜 評審還不滿意你知道嗎 怨卓你太漂亮了 NO 我人生就追求 柳亮小花 拜託 好吧 但是 嗯 照目前來看 好像只能當實力派了 哈哈哈哈 我到底要這麼講 我都到底要這麼說 目前只能當實力派 所以我都走幕後啊 我是不是很有知識之明 哦 對啊 好啦好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篇新聞號 來請小布來 撥爆 應該撥爆憤怒好不好 現在這個情緒 對的是憤怒 好來 我們請小布來撥爆一下這個新聞 請小布來撥爆一下這個新聞 學習 學習 查… 查研觀色 人情 做到情 啊 哈哈哈哈 我會 打 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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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恐懼 他哪裡不對了嗎 幹 要打斷我的情緒好不好 我好不容易入戲耶 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導演 導演這邊我沒辦法了 反正叫那個人出去 好 清場 清場 好啦 從頭來喔 從頭來 Take 2 讀空氣的 KY行為 很可能 讓你失去朋友 是神仙的機會 日本TBS電視台 的綜藝節目 這個星期 就探討了 各種不會 讀空氣 不要的行為 還整理出 是一種 給大家 檢測自己是不是 KY 趕快來檢查看看 自己是不是 曾經做過其中幾項行為 不要 小牛呀 不要過來 不要 我忍不住了 這好像是另外一個指令 什麼挑釁良家婦女 不知不覺 slammed èe 生氣了 唉唷 波浪 我感受到 KY行為 一 啊 救難 治療 神奇有興趣的話題 KY existe 極醒 不嫌問過 就將 就將自己的 太子放進括子裡 太高貴 K-K-Wan行為3 在年長的人面前 說 自己老了 K-K-Wan行為4 正要下班 才找我發問 不 不能準心下班了 不 不 K-Wan行為5 演唱會 唱到感性曲目 還大呼小叫的人 那不就是你嗎 K-Wan行為6 搭電梯 說人家壞話 不 這個絕對是小布啦 電梯門打開 他就站在面前 K-Wan行為7 自己覺得開心 就不顧周遭 表現出來 這哪裡不對嗎 小布劍8 這是不對的事情 糟糕了 K-Wan行為8 看不懂LINE的句點貼圖 K-Wan行為9 去卡拉OK 狂點失戀的歌 孤獨萬歲 失戀無罪 K-Wan行為10 甚至替他人傳達 愛慕的感情 K-Wan行為11 在婚禮上 比新人 黑喔 出風頭 不 小便不要 這很難啦 因為天生就是巨星 你比較容易 自己在講咧 好 以上就是這則新聞的報導 鬼片通常會以什麼事情做Ending啊 就是所有人都被鬼殺了不是嗎 就李安的 然後就李安的 不然就是有一個人活下來了 然後有伏筆對不對 伏筆要續機 對的 然後活下來通常都是從頭到尾尖叫的 女主角 然後有一些就是那種 一出來就是一看就會死掉 李便當的 李便當的 對對對對對 蠻多那種的 我有想過 我想說如果我是 你知道那個劇情中的人 我大概幾分鐘後就會死 應該撐不過前十分鐘 呵呵呵 因為我可能就是你知道一個 你知道K-Y白目行為的人 那也很好啊 不然你想想看 就不用那麼累啊 你知道耗盡整個兩個小時在尖叫 真的很累耶 難怪女主角都很瘦 都沒有胖子女主角演鬼片嗎 路邊其實沒不能演鬼片嗎 就變得很太喜感了吧 就會變成一個 那個黑色喜劇 為什麼啊 怎麼能不能被鬼嚇到嗎 你不知道這個世界對胖子有很多的歧視嗎 好壞喔 就很過分啊 像你看你覺得胖的人應該 你不覺得他會得憂鬱症啊 對 對不對 就他覺得你就是不會得啊 胖子沒辦法演一些比較 或是你也不覺得胖 可憐的角色 對啊 你就覺得他就是你剛剛應該很開心 就是要負責當那個甘草人物這樣子 對對對 對 就覺得角色就很瘦陷了 真的耶 沒錯 為什麼挑戰這個 我們要趕快來聊一下 他說這個日本有一個 就是綜藝節目 他們要討論說所謂的 他們日本人他們所謂有一種 毒空氣的那個說法 就是說毒空氣的意思就是說 茶言觀色啦 茶言觀色啦 對對對 就是你可能 在正確的時間點做出對的事情 對對對 他們好像蠻care這一點的 非常care啊 因為他們很怕一旦有一個不會毒空氣的人 會把整個場子搞得很尷尬 他們就是很怕尷尬 對維持一個和樂的氣氛 是一個至高五上的那個目標 然後他們都需要喝點酒才能達到這個目標 Exactly 好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毒空氣 但是說這個KY呢 這個大家不要想Y咯 對 Yes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哪些白目的行為 是日本人票選出來 大家身為台灣人 是不是也會常常做的這種行為呢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 一去亞班會應酬 或是出一聚會 就是治療 自己有興趣的話題 然後就一直狂講 嗯 就不管人家有沒有興趣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可是我覺得是不是到了某一個 你年齡嗎 對 我知道你要說什麼 Exactly啊 就是當他 可能人生已經活到那個階段 才會覺得他不是很care 你想要 知道 你想不想聽 就是想講 我也覺得 他好像就是 對 他就是想講 然後反正 他也不管 他如果就是上司的話 他講你就是要聽啊 對啊 就是上司的權力 對 那是他活到現在 活那麼久的一個 他沒有不會讀空氣 是他老子不想讀了 對 要讀空氣的是你不是我 沒錯 沒錯 所以你是要查我的眼 關我的色 色 不是我來在那邊 Yes Exactly 沒錯 嗯 所以第一個我是覺得 看對象啦 可是如果是平輩了耶 就是沒有上下 上司下屬的關係 那我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就是當下 就是笑一笑嗎 笑一笑之後 一直句點啦 就是你不能讓他 覺得你對這話題有興趣 欸對 真的耶 這也是蠻好的一個方法 你就要句點他 對 他多多少少應該會感受到是不是 可是很難說 我覺得是這種人齁 很難說 就是你想要句點他 可能他 他所謂的不會讀空氣 就是他沒有感受到你要句點他 對啊 他就可以繼續狂講 他可能就覺得說 喔你在點頭或是你 你有興趣 表示你很有興趣這樣 你沒有轉身離開 對他來說就是一個 你想聽的一個展現這樣 對 我的天啊 你可不可以另外開一個新話題 那他可能就覺得你很白目啊 沒有關係吧 或是你拉別人進來這個話題啊 喔 拖別人下水 我覺得這是個好idea啊 對不對 就可以 比較那個 這個東西 喔鋼彈啊 喔他超有興趣的 對對對 他超有興趣超賤好不好 鋼彈有嗎 莫名其妙被推來 莫名其妙被 也不知道什麼情況 這很尷尬 找個替死鬼嗎 對對對 或許這也是個方法啦 第二個呢 就是說吃火鍋的時候 不鮮問過就將自己的筷子 放進鍋子裡 哇 這個我不知道 這要怎麼說啊 這個 正常人不會做這種事吧 嗯 不是有功用的嗎 應該說你沒有跟很熟的人一起吃耶 應該是獅子這個意思吧 你都會直接是不是 那是因為你跟你夠熟的朋友啊 因為我有的時候 我真的會忘記這件事情 喔喔喔喔喔 所以你就真的直接 然後夾筷子 對 那你的意思說 你就不會管別人到底有沒有在用公塊 你就是會不自覺的拿你自己的筷子插進去 然後別人看到的時候就會倒吐一口氣 說 欸這邊有公塊喔 為什麼 天啊 我不知道你這麼白目耶 然後我就 欸對對對 哈哈哈 那你真的有夠白目耶 不是 我就沒有意識到 我就 就是 不要有玩意識 OK 自己吃 就是 吃罐了嘛 比較沒有跟大家一起共餐的經驗 這其實講得講蠻可憐的 都講得這樣好不好都哭了 好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啦 就是我知道 一種習慣改不過來這樣 有時候我也會啦 就是平常我們家人聚餐也是不會在care公塊這件事啊 對啊 就會直接夾筷子嘛 可是跟不太熟的人我會稍微警惕一點 不過他有下面他還說不只說就是那個 就是拿筷子擦進火鍋 他有講就是給整盤炸雞淋上檸檬 嗯 但我爸也很愛做類似的事情 什麼意思他用了什麼 就譬如說我們去吃那種小吃啊 就會叫什麼切滷味那種 嗯 然後他就喜歡把 有時之前呢他很喜歡把一堆那個醬 辣椒醬啊 或什麼蒜啊 直接倒上去是不是 倒滿整盤 嗯 我是吃辣啦 但是我是覺得他那樣就是很 怎麼講 沒有sense 沒有sense 就是蒜酒店你知道打擾我的那個胃口 哦 就他把它弄得有一點你知道就是 啊渣渣 啊渣 那髒髒那樣然後就 就 我也不是很想沾太多的那種 嗯嗯嗯 因為可能滷味本身就有鹹味了嘛 對我們要優雅的這樣子dip 對啊 就有點鹹了嘛 然後他就這樣整個灑上去 或是你像什麼炸雞淋上裡面也是 也是感覺他是 就是他會做的事情 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一個日劇叫 刺蟲咒 嗯 然後呢他裡面就是 專門提到那個 那個版源玉二是編劇嘛 他是非常 會描寫細膩的東西的編劇 所以他就說這心情上分為兩種人 第一種人就是 吃炸雞會淋檸檬的人 第二種是不會淋檸檬的人 所以他們有一天就是 他們四個人都是來自不同地方 然後住在一起嘛 嗯嗯 然後有一天當那個某人 開始淋上檸檬的時候 就會爆炸 對 就是 對啊你要看有些人就不喜歡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象徵 對啊有些人不喜歡淋檸檬啊 你也就不管別人這樣 好的 那接下來第三個 第三個我們來看看 第三個是說 在年長的面前說自己老了 哈哈哈哈 我常做這種事 所以你就是那個會刺激我的那個人 是不是 你會受到刺激 我就是年長的人啊 我跟你講我很有看 所謂年長是說 已經比我大概大了好 就是 可能是你知道三四十歲那種 我爸媽背的 或是我爺爺奶背的 我才會開玩笑講這種話 哦 然後他們就會覺得 你好笑年輕人欸 還這樣子 真的是嫌他們自己老當益壯 你知道嗎 他們其實很開心 我是沒有想過 他們會覺得很開心 真的他們不開心啊 會不會是你自己覺得他們很開心 沒有他們真的都很開心好不好 心態太厭世嘛 就會覺得我好像比較 沒有年輕人的活力 反正他們還比我更有年輕人的活力 哦 對這種反差 他們反而會很開心 真的我不騙你 但你不要跟差距在二十歲以內的人講這種話 這樣就會覺得你在諷刺了 有差別 對 因為別人這樣跟我來講 我是真的會不開心 哈哈 你是真的 欸我什麼時候在一面說什麼 我覺得 而且我也沒跟你差幾歲啊 應該還好吧 我知道 可是有的時候就是 你說那種十幾歲 又在一面說覺得自己老這樣 對啊 你說你學生嗎 應該不會吧 他們現在還是很 陽光很有活力 很有年輕人的朝氣啊 怎麼會有這種 應該不會有這種心態啊 沒有 真的假的 現在學生也這麼厭世了嗎 因為真的厭不厭世 有關係嗎 沒有關係嗎 有這種心態說覺得自己老了 哦他可能不是真的這種感覺 是不是 他可能就是來刺激你啊 他只是故意來刺激你 OK 那我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小阿比是會為這種行為 就是你知道被激怒就對了 就是我其實不管你剛剛那個理論 就是我今天大概五十歲七十歲 你還是會不爽 就是比你年輕人 不能說自己老 嗯 這是一種 基本的體貼跟尊重吧 這麼嚴格喔 不是我可能就是刷他以前 就是你知道可以亂吃都就是 沒有那麼胖啊或什麼的啊 或是膚質也不用太管 沒差啊 最近就覺得不行了 不能熬夜了啊 不能怎樣 真的是覺得自己老了 這樣你也不行 沒有因為之前你在講這種話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所以我惹怒過你很多次 哇 今天終於講出來了嗎 很抱歉喔 然後 不是 我就會想說 比方說你今天 嗯 比方說 二十三歲好了 然後我不是比你大兩歲嗎 嗯 然後我可能想說 那是你還沒有到二十五歲 你不曉得 更糟是不是 更糟你在這邊 哈哈哈哈 而且Ashley 妹妹這些話 就是這樣啊 就是 對 你們這些就是 小屁孩在那邊自己 你知道 沒有就是跟你以前的 有十八歲的自己比 還是覺得自己 有老化的現象 這樣也不行喔 你還沒到三十歲 不知道 GOSH 這不是到三十歲的問題 是說你 應該說你意識到 自己已經在 逐漸老化這件事 是不是就有點可怕啊 只想要分享一下 這樣的擔憂 我不行嗎 所以怎樣 基本直下 就是 我們 就是永遠都比他就是 大嘛 所以你永遠都可以說 不到那個年紀 你不知道情況還可以更糟 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老了 那他 因為他明顯他永遠都沒有 資格說自己老了啊 對啊 那你就很難聊欸 所以他就只能去跟一些 比他 就比他聊年齡就好了 會怎樣 喔 不要聊年齡是不是 沒有 他還沒有講到年齡 他只是說他覺得他自己 心態的問題啊 這沒有跟年齡無關 不是嗎 或是我好 那不要講老 所以我最近感到很疲憊 這樣可以嗎 可以 所以我們要避免 老這個字 是喔懂了 了解了 一切都是字眼的問題 你懂嗎 了解了解 我跟你講我最近覺得自己很疲憊 這樣子 因為疲憊就是不管年齡的狀態啊 可是老就是這個年齡 它就是refer to年齡 你太計較老 這是老 這其實指的是一種心靈狀態 你知道嗎 沒有啊 老就是老啊 老就是老 你真的很care 老就是老 錄了幾個皺紋啊 那個就是很明顯 在物理學上的一個性質 你知道 你真的很care老這個字耶 我的天哪 好沒關係 因為我就叫學生說不能叫我老師啊 那就叫你名字喔 對啊 我就避免老這個字出現在我任何的生活當中 你當老師的人 然後竟然避免老師 這個老這個字 我有聽錯嗎 你根本就選錯職業了吧 我唯一會碰到老的字 就是我在說我是老娘的時候 我唯一可以用這個場合 唯一可以用這個場合 唯一可以用老的場合就是老娘 好 大家明白了蕭花瓶的 就是你知道 一些妹妹嘎嘎就是這樣子 嗯 所以小布其實無形之中得罪過蕭花瓶很多次 都不知道呢 好的 不會啦 我就是這麼昆蓉大肚的人 昆蓉什麼大肚啊 明明就小肌肚腸好不好 好啦好啦 趕快來看 欸那我們現在發覺我真的很白目 因為我還蠻多都中耶 好 再來第四個KY行為 揍我真的會生氣 正要下班才找我發問 這個真的是很白目耶 你什麼時候不問 我在那邊三個小時在那邊上網拍 你不問 我要準備要下班了 這個真的是很火大耶 嗯 這我覺得我不懂 他應該是我不懂 他是剛好遇到不懂的事情來問 還是說他完全沒有在看時間啊 我覺得有些人就是 他不管 可是他們下班時間不是應該一樣的嗎 這個世界上就是有一些跟我跟小布不一樣的人 就是他們 他們是很上進的人 他們不care下班時間 下班時間 下班時間這件事 嗯 好 我是很難以理解啦 我也很難以理解啊 就是 你不可以讓別人care啊 你要尊重一下 其他朋友 其他同事或是 他可能覺得你很上進認真啊 那很抱歉的給他這個錯誤一下嗎 你時間到了你懂不懂 就是就是要走了 沒有人是你要怎麼留在幫你解答疑問OK 你沒有額外付他錢 他們有這個義務 那遇到這種情況你通常都怎麼解決 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如果今天是學生來做我問問題的話 嗯 我就說明天下課來問啊 哇靠一分都問了 我要回家囉 哇靠這學生也很傻眼吧 不會啦 我會意思意思 稍微跟他講一下 如果他有十題要問的話 我就會解決一題 喔 然後跟他說剩下的明天就是再來問這樣子 嗯賣個關子有沒有 那這樣就是有點那個嘛 妥協讓步對不對 我們得到了一個滿意的結果這樣子 沒錯 解一題咧 時間到了喔 對啊我以為 我以為這樣直接伸手把他給他看 你知道喔 時間已經到了明天請早 嗯 那如果是同事呢 如果是同事的話 嗯 不是因為我一向在辦公室的形象 是 就是認真上鏡的 不是 這是4.01分我就會走的人 哈哈哈哈 你已經錯到這種形象了 欸我的天啊 很像瘋瓶應該很差欸 是錯了嗎 不能多待5分鐘就對了 我覺得我待到5分我已經是 認知意盡了 嗯 我已經算是做好那個了吧 表面功夫了 對啊表面功夫做好啦 多了4分鐘欸 哈哈 你也太誇張了吧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你也不care其他人就對了 反正時間一到老娘就是要走了就對了 或者是其實我也很小配問問題 喔所以也還好沒有這個困擾啦 可能大家就覺得很不可靠 很不可靠吧 也不想問你 你沒什麼好問的 哈哈哈 好啦也是可以啦 反正就是看個人囉 但也是有好處啊對不對 對啊 是的是的沒錯 對啊裝本裝袋裝傻 你就不會有這種問題了 嗯 好啦反正這個真的是蠻讓人火大 休息一下進廣告吧 這個節目是 前山竹射深的山建築的竹 芝芝 叉莎 豐瑜 Sean Emma寶貝 Lina Chen 支持香港的Yellow 雪茄小魯妹 聖琳熊仔 新竹的宵夜 鋼鐵王小姐Sherry 這次贊助的提供 提供 嗨 大家好 我是DJ歐馬克 你現在收聽的是 最青春最歡樂的Podcast 蕭花餅和小布的 青春愛消遣 好我們再來看KY行為的第五個 演唱會 唱到感性的曲目 還在大呼小叫的人 這非常氣 我就快笑死欸 這我真的不行 我真的快笑死 是他怎樣 時間上有lag還是怎樣啊 不是現在 就是感性的歌 為什麼 為什麼你還會 有這種情緒想要大呼小叫 很難說啊 有一些他們就是 嗨的時候他就覺得他要叫啊 可是明明現在是唱抒情歌啊 不是這個意思嗎 他現在不是唱那種 就是快節奏的歌 因為我們 我們兩個是 音樂感悟性比較高的人 屁啦 你說抒情歌跟 抒情歌就會因此深受感動 我們就不會做這種事情 那有些人他在演唱會 他也不care抒情歌 他就是要來嗨 那我對 你講對 但是根本他沒有在意 他在唱什麼 那抒情歌他也進不去 他沒有辦法感受到 那你幹嘛還要來演唱會啊 你就去KTV 他就要聽三天三夜啊 那你就去KTV 那阿妹唱了我可以抱你媽愛人 他可能就會覺得說 我不下來聽這個啊 我可以抱你媽愛人 嗚~~ 大呼小叫 大呼小叫 我覺得很怕的是 另外一種很怕的是 跟著一起唱 然後唱得很難聽 喔~~ 這個你要求太高了啦 畢竟一般 聽眾就是想要跟著唱 就是他們來演唱會的樂趣不是嗎 我可以接受你快歌 大家說 阿妹丟麥了 然後說 大家一起來 樓上的朋友 然後你這時候唱沒有問題啊 比如說抒情歌 他也沒有要丟麥的時候 硬要跟著唱 對 這個是真的煩 這真的蠻煩的 那也無法制止他啊 我覺得這個就是無解 這很難 這很無解啊 好吧 反正他就是第五個白目行為 我們來看 KY行為第六個 搭電梯說人家壞話 小布最愛這麼做是不是 對啊 搭電梯的時候 很好講別人壞話 因為他就是一個 怎麼講 你不講話會顯得有點尷尬 但是 你可能就會想要講一點話 那小布心裡想的都是壞話 所以講出來只能講壞話 不是啦 欸哪會啊 我跟你講 其實大聽聽我知道 應該說重點是太大聲了 他有講到是你大 你就是 因為大家都很安靜嘛 所以你講得太大聲就是 大家都聽得見 我覺得比較尷尬的是 這個不一定是在電梯 電梯裡面可能比較明顯 嗯 我覺得比較尷尬的是 有些人講壞話都會講得很大聲 對啊 喔有講壞話講得很大聲 對 喔對對對 其實他這主要就要講這個吧 我覺得 如果這個壞話 你如果電梯是不認識的人就算了 可是 可能其他那種長輩啊 或者是那種 他們都會覺得 他們在講別人壞話的時候 講得很小聲 但其實很大 可是其實他就在他旁邊 你說那個 這個話題中的主角就在旁邊喔 對啊 他們完全不care喔 他們覺得他們講得很小聲啊 明明的話 太扯了 其實我對你也把他冷汗 太扯了 反正說捷運好了 捷運也是喔 你看那邊的人多胖啊 這個 常常會對不對 常常會有有有 我懂你的意思我懂了我懂 沒錯沒錯 就是他們喜歡講路人 然後其實路人蠻近的 超近 然後他們也沒有發現其實 路人應該聽得見 對我知道常常有這種事 我覺得那個比較會讓我驚恐 那個超可怕的 那超可怕的 有時候走來路人都會被人揍 你知道嗎 真的很恐怖 第七個KY行為 自己覺得開心 就不顧周遭表現出來 剛剛小布講完之後 自己覺得有什麼問題嗎 的一個 就是他的意思是說 周遭是一個不適合表達開心的場合 是不是 喔他有一個舉例啦 他說有一個搞笑三人組 然後其中有一個 成員叫做菊田龍大 他龍大 他就他常常這樣 因為他說他們如果 上節目表演成功 博得觀眾喝彩 一走到後台呢 這個菊田龍大 就會開心的慶祝 完全不顧周遭 還有很多還沒上台的藝人 害別人更加緊張了 所以另外兩個成員 覺得很尷尬 就只好裝作不認識他 這很白目啊 我在那邊很緊張到上台 然後你在那邊 他老娘表演完我想放鬆一下 不行喔 你不會走到出去再放鬆喔 他不是在後台嗎 他已經走到後台了耶 對我就在這邊stand by啊 但是你家 你要走到一些 比方說什麼燒辣店 你就慶祝啊 而且有差這幾秒你小布 就是要給你壓力啊 那個對啦 就是 你就是刻意的啊 也沒有刻意 就是你可能 剛表演完 你覺得這次很成功 你真的很高興啊 他可能也不是刻意要怎麼慶祝 他是那種壓抑不住的歡喜 你懂嗎 那種心情 嗯 那種雀躍的心情 是克制不住的 像極了愛情 小布什麼都克制不住 然後直接說 幹嘛這樣說 小布的字典沒有克制這兩個字 欸欸欸 不要這樣講好不好 你講到這個我想起來 嗯 有一個成年往事 怎麼樣我用得罪你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你的事情 為什麼記得清楚呢 是 是因為那個KY那個白目的人是我 喔 所以你後來 意識到自己很白目是不是 嗯 你做了什麼事 就是我記得那個時候 就是你知道何家人就是很煩 嗯 他們不是會用那種成果發表會 然後叫你去演戲嗎 對啊對啊對啊 然後我就是因為表現太傑出了 所以就一直被找出要 就是表演 要叫嘛 對 要一直表演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我就是 我就是過一台就打電話給我要邀約我去演戲 然後我就噼哩啪啪的就罵了櫃台一頓 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要演啊 你不想演了 對 喔你已經不想演了 所以他來邀約你 你還把人家罵了一頓 你真的從小就耍大牌欸 你真的是很誇張欸 還沒紅就在那邊耍大牌 我覺得那個櫃台 我想想起來覺得他好衰喔 對啊 就是莫名其妙 在工作已經也沒什麼錢 就是當了櫃台 還要被小三的小孩子罵在狗血淋頭 哈哈哈 你幹嘛啊 第一身下氣還要來求你 哈哈哈 真的你真的很可怕欸 但是我要講白布的事不是這一件 對你夠白布好不好 就是反正他就知難而退了這樣 嗯 可是呢他就把這個 要腳因為不能缺人嘛 是 所以他就找到了 別人來代替 對 喔 所以就是我們班上也是其他的 算我的朋友之一吧 這樣 找他去當這個主角 嗯嗯 然後在當的時候 然後就是可能 因為他是一個比較魔鬼式的訓練 我也不太了解 有什麼需要好魔鬼式的 所以 所以 你要注意言辭喔 會被人家捧擊的 有的時候就是演一演 可能因為是因為女主角 壓力太大 崩潰了喔 我從學就崩潰了 欸對不起喔 真的很抱歉 但我真的好想笑 你看吧 是誰 現在是誰白目 我已經很抱歉 我就搶了嘛 我真的很抱歉啊 欸你要以為她的壓力嘛 對啊 所以說她單一張 你不能這樣看不起何家仁的一個舞台劇的女主角啊 所以她就崩潰了 所以她就崩潰了 所以她就崩潰 那所以怎麼辦 對然後反正 就看到她淚光閃閃的進教室 然後可能收拾東西 然後就出去這樣 就走了喔 她就直接quit這樣子 可能大概是這樣子的場合 嗯嗯嗯 然後那個時候 我不曉得我哪一根筋斷掉了 怎麼樣 大家都聽得到音量 我說喔好險我沒去演 塞 你真是有夠白目欸 對 真的超白目欸 這種話不是 就放在心裡就好啦 你為什麼要講出來啊 欸你超白目欸 所以這件事才會讓我從小三季到現在 因為我覺得真的太白目了 真的是夠白目 對 可是這跟這個 好啦不太算 不太一樣啦 對 只是我突然想要 就是幸災樂禍而已 只是你把幸災樂禍的話說出來了 對 嗯 我覺得你比較過分 哈哈 哈哈 好歹這只是人家自己開心 自己表達啊 只是最多只能說 你這樣像你講 不顧別人感受 你是幸災樂禍欸 然後還把它說出來欸 我的天哪 他的朋友應該跟你絕交了吧 對不起 董小姐 對不起 第八個 看不懂LINE的據點貼圖 我覺得這個也很有趣 欸是說 就是人家傳給你 然後你根本不知道怎麼回就對了 你沒有懂嗎 沒有懂啊 就是 那個話題我已經要The End了 喔然後結果他還看不懂 我傳那個貼圖就是The End了 然後他繼續接了 我已經據點你了 我傳這個貼圖就是 然後說OK 那就是要The End了啦 所以這個時候也是要抓一個那個默契在 你知道嗎 可是不是很明顯嗎 有些人真的讀不懂是不是 再來第九個 KY行為 去卡拉OK狂點失戀歌 錯了嗎 就他就失戀咩 不能喔 奇怪欸 應該說場合是一個大家要嗨啦 這是一個大家嗨的場合 然後你一個人狂點失戀歌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本身是對KTV的歌訓的編排 是有絕對的控制欲的人 所以咧 超出你的那個控制的排序你就會爆炸是不是 我最生氣的 就是 歌手點歌 比方說五月天一排全部點下來兩頁 喔對啊 你就很不爽是不是 我就很不爽啊 我真的不懂你哪來自個說這個 上次去你不是點了兩頁的孫燕姿嗎 我不懂有什麼差別耶 好意思講 因為我比較喜歡孫燕姿 哈哈哈哈哈哈 聽喜好而已啊 而且你還 他點了就是好 你知道我們 你還說奇怪怎麼這麼多孫燕姿的歌 然後你還在那邊抓無辜說 我覺得孫燕姿的歌大家都會唱啊 還在那邊給我演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隨便你了好不好 我都不想說了 我是真的覺得孫燕姿的歌大家都會唱 哈哈哈哈 看吧 他講這種話 來來來 啊不會唱是不是 啊沒關係我來幫大家唱 對啊你看 就這種私心啊 你就是完完全全私心啊 我覺得看場合吧 如果今天就是朋友陪你出來你知道 治療情傷 就是給你點失戀歌的場合啊 對 幹嘛不能點 對 那如果今天是可能大家出來親身的 然後你可能狂點失戀歌 嗯 那可能就是有點稍微白目的點了 嗯 可是因為有一些失戀歌 比較能夠展現唱功你知道嗎 喔你說不是要那個 展現我細膩的聲音的情感 喔就是要展現唱功的部分 對 如果你一直在嗨歌就是很難啊 是啦也是啦 嗯 那可能可以點一兩首啦 對所以我覺得就是要那個 拿捏好 你要適時感受到這個房間的氛圍 對然後隨時換歌切歌 對 就是要把它當作那個一個專輯的取序安排 這樣子 要專業的製作人 嗯 大概是這樣子的 嗯嗯對 好啦反正最後 欸第十個 哈哈哈 第十個我覺得超好笑的 第十個KY行為是 擅自替他人傳達愛慕的感情 我覺得從小到大應該都會碰到這種白目的朋友耶 就是有 而且我覺得有點故意耶 這個朋友我覺得不見得只是單純白目 你覺得這個白目後面其實都隱藏了一點 一點故意在裡面 嗯對不對 我覺得有 他可能就是想要你們見光死啊 或者是他就想要看好戲 喔對或者想要就是看好戲 我不曉得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 人類就是白白款 你真的不懂他在想什麼 他就是覺得 對 好吧 他就是要來幫忙啊 他就是這樣子 撮合就撮成啦 少了我 當這個媒人 你們怎麼能夠在一起呢 未來那個喜酒就要找我喝啦 好吧 這種人還真的是有啦我想 嗯 OK 反正就是第十個白目行為 再來最後一個 剛剛小花餅覺得自己應該百分之百會犯的 就是在婚禮上比新人還要出風頭 就是剛剛小花餅的解釋是說 自己就是一個巨星 所以就是一到會場的時候 光芒無法掩蓋 難過到現在都還沒有出席婚禮 一出席了可能就會 別人不敢邀你是不是 這樣很好 有沒有保理金啊 對啊 這其實也是一個變相的省錢的方法 嗯嗯嗯嗯 有的時候我也不是故意啦 還在講 你說比別人 比新郎新娘出風頭是說 就是你知道 歌自己唱 然後場合就是 一直拔著麥克風嗎 不然我覺得很難耶 你進來就穿個媽祖裝啦 媽祖裝 媽祖出旬了 大家只會覺得你平身 大家只會覺得你瘋了吧 大家除了覺得你瘋了以外 就默默開始吃東西 也不會理你了 就是喜歡表現自己 像來個小花餅這樣 不會啦 其實我私底下啊 是一個很親民的作風 有嗎 剛剛聽以上言論就不覺得啊 剛剛聽到沒有 小學三年級就會耍大牌 幸災樂禍 同行崩潰 你看完完全就是你知道 那個星機女明星的你知道 標配啊 那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就是 你裝是會裝清明 那私下就翻白眼嗎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你在裝清明的時候 其實那個焦點還是在你身上 這才是真正的巨星風範 好賤喔 就是巨星他 無論做什麼焦點都在他身上 對 所以這個清明 為什麼我們一般人 你如果是路人 你不是說路人很清明啊 所以你講到重點了 其實我蠻討厭清明這個詞欸 因為我就覺得很做作啊 沒有就是一般人 可能會比較痛恨這個詞啦 對啊 反正你覺得你這個詞 就是你要專門為你打造 是不是 你的路線 你的人設就是這個路線 我的人設就是很清明 就是很清明 就是很清明 那個不擺價值的大明星 那也不是人設啊 那就是真實的我 哈哈哈哈 我有聽錯嗎 你超愛擺價值的吧 我覺得 你比我還愛擺價值吧 有啊 你還記不記得有一次康熙 嗯 小S跟林志玲 都去參加那個婚禮嗎 小S老公Mike 他就說 你有沒有看林志玲 他真的超清明欸 他就是 他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像個little girl 他就 沒有那個 小S又火大 哈哈哈 你這樣懂了嗎 我就是 我懂小S的心情啊 那樣大家都是人 清什麼名啊 拜託 Hello 好 所以大家 盡量避免這樣子的行為啦 那如果像消化餅這樣 避也避不掉的話 就是我至少會給個解釋嘛 對不對 剛才這個解釋應該 夠有說服力吧 那解釋超爛好不好 越解釋越憤怒啊 好啦 反正大家就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像剛剛消化餅有講的就是 像吃火鍋的時候 跟大家吃飯的時候 稍微注意一下公塊的位置 警惕一下現在自己 不是單獨用餐喔 要注意個人衛生 我就張嘴就好啦 哦 張嘴 誰會餵你啊 你在那邊張嘴 想太多 這樣應該懂了 這樣不懂就是白目吧 哈哈哈 你張嘴要別人懂 誰才白目啊 好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了啦 希望大家能夠做一個 比較會察言觀色 可能然後比較能夠 長袖上舞 八面玲瓏的人喔 不要淪落到跟小布跟小哈餅一樣 對 我覺得結論是不要學我們 錯都不知道自己錯在哪 我自己開心 表現出來的什麼不對 還是 還是覺得這點很奇怪啊 啊你不開心是你家的事啊 我造成你的壓力 也不是我本來的意願 有沒有 腦袋掌在你身上 你要這樣想 對啊 你要這樣想我也沒辦法啊 你知道說著無意聽著有心啊 自己心裡有鬼 哈哈哈 對不對 有言論自由欸 憲法第十條欸 哈哈哈 你這是讀空技界的奧客欸 怎樣 我承認我瘦 其實蠻白目的啊 說句實在話 他討厭一些自己覺得白目的人 就有時候可能人家跟你做差不多行為 自己做可以 然後別人做就覺得他很白目啊 雙飆仔啊 雙飆仔沒錯 然後還跟別人說 欸他真的好白目喔 真的搞不清楚狀況 反求諸己啊 小布 沒差啦 反正 我這輩子對自己 事情是你在做你當然沒差 我也沒有怎樣 我也說句實在喊 下場去小布都自己承擔啦 對啊就沒朋友啊 沒差啊 我就I can't live with it 嗯 我覺得你要當白目的人 你就要你知道 承受就是可能沒有朋友的風險 你能承受到這種風險 你就可以盡情的做自己 而且小布也不認為這個是他的風險 對啊沒差 就真的沒差 第一篇新聞終於結束了 那我們不免俗的還是要聽一下歌啦 這首歌曲是來自於The Spainwires的Nightlife 那除了聽歌之外呢 也要提醒你 小布的新居落成開箱影片已經上線囉 所以如果你還沒有去看的話 趕快到青春愛消遣的Instagram 或者是Facebook 都已經把影片整支放上去了 那如果你很喜歡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給小布一點鼓勵齁 那當然如果你很喜歡收聽我們節目的話呢 也不要忘記幫我們訂閱分享出去 同時在Apple Podcast 給我們五星的評價喔 這些都對我們來說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們的排名日漸的這樣下沉 這樣子發現我們的人就會越來越少了 所以真的是要仰賴大家 趕快這個口耳相傳 我們就是做口碑的好不好 所以多多幫我們宣傳出去 讓大家都知道這個很溫馨的小原地吧 MING PAO MING PAO OBING PAO MING PA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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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